那為什麼我的口說成績就還是上不去 多人爬網路上的文章 很大的迷思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寫到某些單字才一定高分 我第一次推薦 很多人是因為自己那個心魔的問題 以前怎麼沒有講到這些重點 哈囉大家好久不見的雅思影片 今天這支影片呢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雅思的技巧之外 也想要回答大家對雅思的QA 那我知道在兩年前 我有PO過一支標題很相似的雅思影片 那時候還是我剛到愛丁堡讀碩士的時候拍的 謝謝大家在我兩年前經驗還沒有很足夠的時候 大家就支持我排納我的雅思技巧 現在在倫敦並且教雅思有超過四年的經驗 在看那支影片的時候就覺得天哪 意思是說在不同的section裡面 很多的內容想要跟大家更新 陸續也有收到很多人問我雅思問題 包括我其實有發現我在我的品牌商號開的那個問答 超級多人到目前為止都會回覆 我就覺得大家真的是很踴躍很可愛 想要拍這支影片來回饋大家 順便跟大家分享我這幾年教學出了心得 那如果你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支影片是更新版是什麼意思呢 針對一樣的技巧就不多加贅述了 你們可以往前翻我之前的影片參考就好 可是如果是可能我近期有找到更好的雅思書籍 我看這支影片覺得我自己本人 以前怎麼沒有講到這些重點 我在這支影片就會全部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些影片以及努力都希望可以幫助到 現在在雅思地獄的人 希望你們可以趕快考好趕快實現留學的夢想 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直很多人問的單字書 我在之前有分享我推薦的單字書 那我最近覺得這兩個套書很不錯 適用在如果你今天的成績是可能雅思五分 你想要reach到更高 或是本身你的成績就已經是那種七點五分 你想要到八點五分的 我覺得也還蠻適合 台灣的書局它是可以讓你翻閱的話 編排差蠻多的 就如果要選一套的話 可以找你喜歡的編排方式 那我覺得這兩套我就覺得很不錯 我第一次推薦不是劍橋的書耶 書籍這邊很多人就會問我 全英文的書籍一定就比較好嗎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在讀全英文的 比如說文法 比如說解釋這種東西 你覺得讀起來你很有困難的話 就千萬不要去買 以我讀第三萬語的狀態來看 會覺得如果你讀英文 是跟我讀第三萬語的感覺是一樣的話 我自己是完全讀不懂就是全法文的書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你覺得很有障礙 你覺得不行的話 這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它就是你覺得不習慣 那不習慣的話我覺得就不要買 國外進口的書籍就特別貴 但是台灣有很多很不錯的書 但我現在還沒回台灣 沒辦法介紹給大家 這個東西是要看你自己閱讀起來 你覺得困難點到底在哪裡 如果你覺得看英文的東西 你覺得很快跟讀中文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就還蠻適合的 書寫的書也不見得不好 第二個想要來回答的是作文 作文的話很多人就問我說 作文是不是一定要寫到某一些文法 某一些句子某一些單字才一定高分 好我覺得這個好像是 很多人把網路上的文章攻略 會有的一個很大的迷思 反正作文真的重點 不是那些句子文法跟單字 很多人會講那種很艱深的文法 是像假設語氣喔 關帶還算簡單 假設語氣那種與現在事實 過去是相反的這種句子啊 如果你是可以依照本能的方式寫出來 會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我的意思是寫錯機率非常高 因為有的時候你可能用在不對的地方 它就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與其你要去冒這個嫌 我覺得不如你就是寫你自己會的句子 那很多人可能會分享說 你要寫比較艱深的單字 成績比較高 那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底子啊 造句子文法問題本身就沒問題 那他今天想要reach到更高 比如說他想要突破一個8.5分 那他本身是需要的 可是如果是針對初學者 或者是可能你的成績是落在5分到6.5之間 同學我真心建議你 就是你不如先去看看你要怎麼樣分析題目 那個題目啊 你是要能夠get到他這個題目要問什麼問題 你回答呢 你一定要回答到他的點上 很多人其實是在這一步就錯了 但是大家都會把focus放在那些很難的東西上面 其實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個題目本身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問什麼 就是說你回答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離題 你真的要知道他在問什麼 然後你要給出一個他真正在問的那個答案 這才是重點那那些很難的單字 如果你背了你在考試現場用到 那就皆大歡喜 可是問題是就不是每一個題目 他都可以套用那些很難的字 又或者是那些很難的字 在不同的情境下 或者是不同的意思 點呢是口說 那針對口說的話 大家都知道有換題記 如果下有需求 我都會定期在我的品牌instagram上面 跟大家分享 每一次的換題記的題型 所以如果你找資料你找不到 你可以來跟我索取 大家都知道口說有換題記 所以很多人的問題呢就會是 我已經把每個題目都準備好了 但為什麼我的口說成績就還是上不去 好 那就是因為亞斯官方會出口說的換題記 所以考官也是很知道這一點的 那不只你一個人會把所有的答案都寫起來 都會背起來 其實大家都會 這樣子的情況下有兩個是決勝的關鍵 第一個就是我從過去一直一直在強調的 亞斯就是一個大型的換字考試 當今天你要講一個單字 你一直重複說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那個分數 你今天唯有把同一字的整理做的確實 你今天才有辦法靠你的本能說出來 或是寫出來 換字這個點在口說又會是超級明顯 它會直接放大大概兩倍 因為當我們今天在聽的時候 我如果聽到同一個字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就是它就是你就是會沒有那個分數 這是真的 那第二個決勝的關鍵呢 就是我過去沒有想到 但我今天呢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口說就是在講英文嘛 那我覺得你必須要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家可能可以被稿啊 那當今天你就只是在講出你的稿子的時候呢 其實你很容易會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麼 但是在考試的時候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英文 然後並且你很就是你的眼神是很肯定的話 你的成績就會高一點 有一點是很主觀 但是因為雅思是真人考試嘛 所以他本來就是帶有很主觀的意見 那自信這個點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我覺得超級重要的 所以你今天都已經把答案都準備好 當然沒有問題 你可以在家裡的時候對著鏡子就是練習 看你自己在鏡子裡面說英文的樣子 是不是你喜歡的樣子 在練習的時候可以調整一下自己 那再來第四個點就是閱讀嘛 那閱讀為什麼我們把它放在最後一個點分享呢 因為閱讀的技巧跟閱讀為什麼你做不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不外無可能是你的單字的問題嘛 那確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很挑題的人 所謂的挑題就是可能你針對月球的題目就是比較不會 情況下確實是需要單字 我覺得依靠雅思另外一個心理層面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很多人看到閱讀就會怕 就是你自己會怕他 可能你在練習的時候有某一些提醒 你自己知道你只要考那個題目然後你就會全錯 或是那個領域的題目又出現 你就會自己覺得天啊我就會全錯 然後你就會開始有點排斥 那你寫閱讀的時候當然成績就會比較低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今天想要克服閱讀的障礙的話 你還真的是只能多讀 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那些單字你是不會的 你完全不要太在意 有一些單字可能你看不懂 它是不會影響到你的作答的 但是在雅思的考生 你已經沉浸在這個雅思的壓力 你不會想到這個點 所以我想要提醒 就是閱讀的時候你真心覺得你今天沒有那個精神 或是你真的覺得這個議題你就是會看不懂 那你就先不要看 我覺得因為很多人可能就會說閱讀很好拉分 畢竟你跟作文跟口說比 但你如果硬要講就是閱讀這個真的有那麼好拉分嗎 我其實並沒有這麼認為 因為很多人是因為自己那個心魔的問題 就我當初我考閱讀的時候我也覺得很痛苦 其實你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看那些東西 然後自己很害怕 我覺得不如呢你先去調適一下你做閱讀的方式跟態度 我覺得要記住一個點是說你不用特別喜歡閱讀的每一個領域 你也不用喜歡閱讀這個東西 不用喜歡英文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閱讀要怎麼解 你至少要知道怎麼找答案 我覺得這是重點 那當今天你擁有了這些你挫折感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再去看閱讀你就會覺得你沒有那麼怕 不然其實真的很多人只要看到那個題目 我都還沒有講喔 然後他就開始就說我不會 講我我不知道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正完全就是像我一開始講的 就是他就是一個很需要抗壓的一個考試 然後很難我理解 但是就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比常人還要更有方法 就不用喜歡 但就是一定要知道他怎麼解就可以了 你只要知道怎麼拿高分我覺得就是重點 不用愛他真的 忘記講聽力了 那第五個呢就是聽力 今天雅思不只考選擇題嘛 他可能會考填空單字拼寫 如果你可能聽到那個字 然後但是是你不會拼的怎麼辦呢 嗯 與其說你要去增加那些單字量 我覺得你們知道Phoenix嗎 自然發音法 我自己本身呢是學自然發音法的 那我覺得在很多時候如果我聽到那個音 那個字我其實不太熟悉 但是我能夠因為自然發音法 所以我可以把它拼出來 今天從小到大學習英文的過程都是用KK音標的話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Phoenix 因為Phoenix的話 他的最大的初衷跟他會被發明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希望讓每一個人如果你沒有背到這麼多的單字 你還是可以念得出來或是拼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是作為如果你真的是聽到你不會的 然後你就比較衰 考了一個你不認識的單字 那你至少還是可以把它硬拼出來 只要現實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現實的就是口音問題 如果你今天對於英式英文你本身就是沒有那麼的熟悉 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英式英文他的發音規則是什麼的話 我會建議你真的是要花時間去聽 然後去熟悉一下不管是英式或者是澳洲式的口音 好的那這就是今天的牙絲影片 欸你們能夠想像嗎 就是現在8月的英國是32度 我坐在這邊 你們看到那個陽光 那希望這支有別於過去我拍過的影片 也可以讓你們找到自己的需要 比如說你們有其他問題也都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你需要牙絲口說的題目也可以到instagram找我 那就這樣子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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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